身处在南方久了,于是也变成了南方小土豆 但对冰雪世界的向往从未减弱 那无边无际的白,雪花纷纷扬扬 如同天空中舞动的精灵,轻盈地露在空中 仿佛素是着北方的故事 深吸一口气,那冰冷的空气带着一丝清甜 仿佛能够洗净心灵的尘埃 在这里,冰雪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 更是人们的乞丐寄托 漫步在冰雪大世界中 欣赏着一座座精美的冰雕雪雕 它们或雄伟壮观或精致玲珑 每一座都凝聚着将人们的心血和智慧 仿佛看到了冰雪背后的灵魂 它们在寒冷中轻轻吟唱 诉说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尽管作为一个南方小土豆 但在哈尔滨的冰雪天地之间 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与自由 想象中的滑雪滑冰 尽管摔得四角朝天 但那种在冰雪中驰骋的感觉 却让人着迷 仿佛变成了雪地里一颗小豆子 与这冰雪世界融为一体 夜幕降临 哈尔滨的夜色更加璀璨夺目 五光十色的灯光映照在冰雕上 宛如梦幻般的童话王国 沉醉在这片冰雪的海洋中 感受那份纯净与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